大家好,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失眠的情况有千万种 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心火旺引起的失眠 如果您在睡前感觉到烦躁不安,胡思乱小 脑子里好像放电影一样,又经常觉得不开心 那您多半就是心火旺了 心火旺就会导致我们入睡困难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卸心火助睡眠的小方法 在我们手指的中指指尖处有一个穴位叫做中冲穴 中冲穴是我们心包经的高热脂器在这里冲出体外 所以我们点按中冲穴能够起到泄心火的作用 我们在家里呢,拿一个点穴棒或者是棉棒都可以 那我们点按住中冲穴的位置 往下用力按压放松 再按压停顿两秒钟感觉到这个疼痛之后放松 左右手各按压四十九下 好,换另一只手 中指的指尖位置用力压下去 那你也可以呢,用一只手的中指和食指 捏住我们另一只手的中指的指尖部位 我们由手掌到指尖的方向来推 稍微用点力压住我们的指尖 那同样呢,也可以起到泄心火的作用 同样呢,我们两只手各推四十九下 中冲穴呢,是我们心包经的颈穴 它可以起到清心泄火,开窍,醒脑的作用 那么如果您平常已经心火旺造成了这个入睡困难的现象非常严重 那可能在您失眠的时候来点按中冲穴 一时半会儿呢,并不能让您马上进入睡眠 但是我们坚持坐下去 当我们心包经的心火逐渐的泄下去之后 我们睡眠的状况就会得到改善了 所以呢,养生贵在坚持 好,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泄心火助睡眠的小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是健康管理师李小 如果您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或者是发私信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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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